嘿大家好我是M9 叫我A夢或E夢 那今天又是這個動森的閒聊系列啦 今天呢是第一集的第二天喔 現在事情還沒有非常的多喔 我簡單帶大家看一下我今天做的事情 因為現在還在打攻擊連擊的聯盟戰的關係喔 所以我沒有花非常多的時間 加上我今天晚上出去吃飯 然後花了一些時間這樣子 那今天是禮拜日嘛 所以呢就是買了大頭菜 那大頭菜呢我是買到90塊的 我有一個朋友出了90塊的大頭菜 所以我們就全部去買 那我這邊是5200吧 我沒記錯的話 反正5000多顆就對了 那這個就是 到時候再看 可以賺多少錢這樣 大概40幾萬吧 我記得46還48萬的 然後今天的 今天沒有賺到非常多的昆蟲 因為我通常都是晚上的時候玩 所以我在會玩的時候 商店大部分都已經是關門的狀態 那 就有囤記在這邊 那今天沒有 做非常多的事情啦 所以 也沒有抓非常多的昆蟲 就放在這裡 好 大概就這樣子啦 今天做的事情比較少 因為沒有玩很多的事情 然後今天這個 服務處 也開始施工了 明天就會有新的服務處 我都叫他屈工鎖 明天就有屈工鎖可以用了 這樣子 好 那 因為我這個日記 不是從最一開始開始拍嗎 是我已經玩了一個進度 我已經玩了四五天才開始 所以呢 我想說 今天這一集呢 就來講一下 這四五天 我剛開始玩這一天 然後我有拍的一些 截圖啊 還有什麼的 這個樣子喔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幾天 我的截圖好不好 好 那 因為我有截區卡嘛 所以呢 在玩的時候 我基本上都是 接截區卡 然後用電腦的畫面 在看的 所以呢 就會有一些 玩的截圖啦 因為我這個 不是第一天開始拍嗎 那幸好 我有留一些截圖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這幾天 玩起來的樣子 是怎麼樣 那 首先這一張照片呢 是我的 Switch啦 對 我在Switch裡面的 Switch 那會拍這張照片 是因為 那個時候在下雨 然後呢 我就擠了一張圖 給大家看 誒 你看我Switch在下雨 這樣 對 我們就是 這麼無聊 這張照片 就是這樣子來的 那再來 這個是 那個 狐狸 第一天 來我家的時候 所以我就 拍了一張照片 分享給我朋友看 那這個也是 因為我躺在床上啦 所以是用 手機 然後直接拍 Switch的 畫面的 好 然後這個呢 那是我 準備出發去 狼豬島的時候的 截圖啦 那因為 剛開始的時候 狼豬島的機率很高嘛 你只要把 樹上的東西 就是 島上的東西都清一清 那 基本上 就會一直出狼豬 那後來 機率改低之後 就 也沒有刷過 那我也只刷過一次 狼豬而已 就是 一次是好像 二十幾萬吧 因為那時候 是三排 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刷滿狼豬之後 就是這樣子嘛 我就是 抓買 那這張圖片 有一點 呃 有點那個 我們就 跳過去 然後這個是 那個 呃 這個鸚鵡喔 來我的島上的 第一天喔 那我就拍這張圖 給 朋友看 我覺得鸚鵡這個頭 我真的長得很像水桶 我覺得 稍微有點好笑 然後再來 這個是 這個手機殼喔 就是 那個手機殼的 彩繪工具嘛 在那個 離端機買的 然後我就弄了 這個 彩卡的 手機殼喔 那我弄了這個 彩卡的手機殼之後 那一天的 這個大頭菜就出了602塊 我還去PTT上面 就是 呃 讓大家來賣 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是 鸚鵡喔 那鸚鵡它會 掃地喔 我那個時候不知道 很多島民都會這樣 我以為是只有鸚鵡會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 欸很稀奇 我就 呃 拍了截圖 這樣子 但我後來發現 狐狸也會 就狐狸它也會 拿著掃把 掃過所有的 地板這樣子 然後狐狸跟鸚鵡也都會 幫我教花這樣子 是 還蠻可愛的啦 有這些互動 我覺得還是蠻可愛的 那這個是 橘子啦 我準備要把橘子拿去 朋友那邊賣的時候 就拍了一張照片 給我朋友說 欸你看我要把這些橘子 拿去賣囉 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 我去朋友那邊看到的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的那個樹後面 有偷藏核廢料 這樣子 就拍了這張圖 然後這個是 剛剛那個橘子 把橘子賣掉的時候的 截圖 然後這個是那個 前一年是禮拜六的時候啊 然後那個時候我已經存好錢 可以還這個貸款 但是我那時候就在考慮說 是要還貸款好呢 還是要 呃留著買大頭菜這樣子 所以我就拍了這張圖 然後這個是 也是朋友的島啊 他的島這個地方 有一個陷阱喔 就是 他的博物館的 右上角的這個地方 這裡是過不去的 就是 對會被卡在這個地方 跳也跳不過去 所以 呃 這是一個陷阱 我就截圖起來 這你的島陷阱 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 企鵝 企鵝他們都會 在那個 廣場這樣子運動喔 然後我後來發現就是 他們好像會傳染 就是剛開始只有企鵝這樣子 然後後來越來越多的 島民都會在廣場這邊 就是做運動啊 或是伸展啊 之類的這樣 不知道是 傳染還是說 他本來就會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是 我本來想要錄說 他在掃地的時候的畫面啦 結果 我錄影按下去 他掃一下就直接走掉 超好笑的 然後就變成 圖片就變成這樣子 然後這一個呢 是我想要示範那個 要怎麼挖 要怎麼敲石頭啦 就要怎麼敲八個石頭 給 給我的朋友看這樣子 然後結果我第一鏟下去 就直接 直接鏟歪 所以就變成了一個這樣子的影片 哇失敗了 然後這個是 大頭菜 這個剛剛看過了吧 然後這個是 買大頭菜的時候的 影片 就是 我去買到90塊的嘛 然後 可是後來發現 這個大頭菜 嗯 因為他一百個一格啦 所以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那個一次買完 然後就買 買了 買了好幾趟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 那個日常閒聊第一集的封面 呵呵呵 這個是 狐狸 就是 呃 狐狸說我很可靠 所以我就截圖了 就這樣 然後 契兒喔 這個這一段 這張截圖是 契兒那個時候 他就跟我聊天 他就跑過來跟我聊天 然後說 欸要有新的島民來了 然後我來示範一下 要怎麼跟那個 其他的島民打招呼 這樣子 然後他就 呃 他就這樣喊 然後我就把他拍起來了 然後這個是 鸚鵡 送我那個 禮物 因為我剛開始是只有 猴子跟企鵝嘛 然後猴子跟企鵝送我禮物的時候 都是直接給我 東西 他不會包成禮物 然後 呃 我鸚鵡會包成禮物 所以我就 把他拍起來了 但是我後來發現 好像很多動物都會包成禮物 我不知道 我不確定是個性的關係 還是怎樣 然後這個是 這個 外面喔 就是商店的外面 我在等商店開門 這好像七點多的時候拍吧 然後 角色眼睛還閉起來 超好笑的 然後這個是 企鵝教我的 就是 緊張緊張的動作 就是 那個時候 就是有一段劇情是 呃 企鵝的背後 黏了一張紙 然後他很慌張 說幫我看一下 背後有什麼東西 這樣子 然後他就 學了這個 慌張的表情 剛剛那個大叫的表情 沒有學到 我覺得還蠻可惜 他應該要教我一下了 然後這個是 把狼豬賣掉的 的時候的截圖 但是這張截圖重點 其實不是把狼豬賣掉這個錢 重點是這個 他們的這個衣服喔 因為 我有一個朋友開南半球啦 然後 我去他的島賣的時候 發現說 欸 那個 冬天的時候 他們會穿這樣子 還蠻酷的 還蠻有趣的 然後這個呢 是 我把貸款還完了 然後 他馬上就問我說 是不是 還想要再貸 這樣子 很好笑 這個截圖了 然後這個是我的 房間裡面的 小火車 這個小火車真的還蠻可愛的 這小火車很酷 他旁邊的樹 好像還有很多不一樣的版本 他有看到很多不一樣的 這個小火車 然後這個是 那個鳥 就是第二天的時候 會到島上的那個鳥 然後我們就 在欺負他 然後幫你敲他這樣 然後這個是 不知道在幹嘛 反正就是在吹這個 笛子啦 這樣 好 就是吹笛子 集體吹笛子 吹逃笛 然後這個呢 是 我第一次連線的時候 然後他就 我朋友就跑去 躺我的床 然後我們就 擋在這個地方 然後讓他沒有辦法下床 這樣子 我就 拍了一段 GIF 這樣 然後這個是 第一屆撐桿跳大賽 就 也沒幹嘛 我們就是 一直拿撐桿跳 然後這樣子 一直跳來跳去 這樣 我就拍了一張圖 然後這個是 合照 而且拍的時候 那個 海天使剛剛好 那個嘴巴張開 我覺得海天使 會嘴巴張開 超可愛的 然後這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拍這張 但是就 就拍了 然後這個是 不知道在幹嘛 我們在等 我們在等那個 要寫不告藍 然後就坐在這邊 不知道幹嘛 然後這個是 那個咳嗽的那個動作 咳嗽的動作 真的很好笑 就是 然後到我島上之後 就一直瘋狂的咳嗽 真的超時事的 然後這個是 日常 勇往直互靠 然後這個是 剛畫好那個 保底的那個圖的時候 好 差不多就 這個樣子 好啦 那大概就是 這個樣子啦 這幾天的 呃 對 因為我平常玩遊戲的時候 就有習慣會 截圖 然後記錄說 東西啦 所以幸好我有這個習慣 所以 呃 就 嗯 還有東西可以講一下 帶大家看了一下 這天玩遊戲的歷程這樣 那最後呢 就是來講一下 我的那個 Switch 好不好 好 總之呢 呃 我Switch是黑色的啦 因為我本來想要買 大亂鬥的通孤機 但是 沒買到 所以就買了 基礎的顏色 黑色 那我的Switch 它的這個 Jolycon 是沒有換過 是原本 就是這一個 那這邊這個 左邊的這個 蘑菇頭啊 其他的方向 其實這樣子推起來 感覺好像是正常的 但是 如果說 像這樣子 往右邊走的話 它就是會 有的時候 會沒有 會沒有反應 像這樣子 就是 我還有在推 可是 它就 停下來了 就是它 非常準的 往右邊推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持續感應 然後會 有的時候有 有的時候 又沒有 有一點感應不良 這個樣子 那目前 網路上面 大部分 Jolycon的蘑菇頭 遇到的問題 是飄移嘛 就是 我沒有 我沒有 Poke 然後 它就會 一直自己 移動 的飄移問題 那飄移的問題的話 有看到很多 解決辦法 但是我沒有 可能是我沒有 查得很仔細 但是我沒有看到 我這一種 狀況的 解決辦法 總共就是 我往右走的時候 會很難走 你看我現在已經 我現在還是 推著的狀態 可是 他的人物不會維持移動 其他方向是正常的 所以 對啊 那現在 真的很扯 現在連那個 Jolycon都 都買不到 都缺貨 所以 就 沒有辦法 我就只能 先這樣子玩 不然就是 先用 這個 Pro手吧 先用這個玩 這樣 好啦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啦 那總之呢 這個Jolycon 是我開始玩動森之後 才壞掉的 我之前 玩大亂鬥啊 然後玩 聖火啊 玩幾百個小時 都是用這一組 Jolycon 可能在那個時候 就已經 稍微有一點問題了吧 只是 這個問題 一直到動森 才嚴重起來 就變成這樣子 會完全 沒有任何的反應 這樣 好啦 就這樣子 希望 我最近可以買得到 Jolycon的現貨吧 主要是因為 我不想要買基礎的顏色 那麼黑色 然後那個 紅藍的那一組 我不想要買 那個基礎色 我想要買特殊一點的顏色 全部都缺貨 沒有一個是買得到的 所以 就這樣子 好不好 那今天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 動森的事情 就到這邊 好不好 那總之呢 之後我應該還是會繼續做 這個日記的系列啦 雖然 不一定是每天更新 但是 就叫日記 之後還會有一個 比較偏攻略的 系列 這個樣子 好 那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